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 东北和华北境内 已经完全解放了 西北呢 青海 新疆也都相继解放 新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西和平解放 这样呢 只剩下中南和西南地区 中南地区是指的 湖南南部 广东广西 西南地区呢 指的是四川 云南 贵州 西康 西藏 这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态势 那么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 部署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四野 承担了 进军中南的任务 二野呢 进军西南 三野在解放了上海以后 继续向福建进军 然后驻守在华东地区 一方面是防止美军 可能来武装干涉登陆 一方面呢 是准备台湾战役 当时是这么一个态势 中南战场四野的 这个这支部队呢 从东北 经过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 两大战役 一路南下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是平时人们所不了解的 因为东北的战事 到了江南地区 水网地带 水田 还有山地 又感染酷暑季节 多雨 我们的战事呢 文帐也好 雨具也好 有准备的不足 所以战事经常淋雨作战 淋雨露宿 造成了很多战事 发生了孽迹 拉利己 中暑 很不习惯于南方的作战 再加上东北部队 由于缴获了大量的 日本和美军的装备 属于比较现代化的部队了 所以自重也多 炮也多 车多 罗马多 这在水网地带作战 就显得非常的 不便于激动 另一方面 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罗马 在东北吃的是 北方的古草 到了南方吃南方的稻草 非常不适应 拉锡 造成了很多的死亡 东北 第四野战军 从东北出发 往南达 多少人呢 上百万的军队 多少罗马呢 据说有十四万匹 罗马 这就给这支部队 再继续作战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所以四野根据这种情况 特别是这正值暑期啊 七八月份 南方酷着 非战斗检员太多了 决定修整 叫做兵强马状 养好身体 恢复体力 同时呢 移治病原 修整了四十天 部队的战斗力 得到了恢复 他们开始准备 新的战斗了 四野对手是谁呢 国民党的白中喜集团 白中喜 在国民党军队里面 号称是足智多谋的 他对战场上的局势 把握得比较灵敏 用兵也比较谨慎 再加上 白中喜集团的部队 在解放战争期间 基本上没有和解放军 有过正面的接触 所以 国民党的嫡系部队 经过三大战役 几乎都被解放军给消灭了 损失殆尽了 但是 白中喜的部队 还基本保留下来了 也成为国民党 挽救败局的一种希望 他的部队呢 在南方作战 特别是山地战 战于爬山 打起仗来 稍微不行 就溜了 溜得极快 抓不住 几次想跟他决战 都被他溜掉了 五月份 解放武汉 他跑掉了 接着 七月份 香港战役 他又跑掉了 所以四野的这个 关键问题 是要解决 白中喜集团 要跟他决战 但是鉴于 跟他几次作战的经验 毛泽东就提出来 作战方针 不要跟他 近距离的迂回作战 一定要远距离的迂回 就是大包抄 包抄到他的后面去 堵住他的退路 让他这次跑不掉 然后聚而兼之 採取这种方针 无论是在中南战场 还是在西南战场 毛泽东指挥前线部队 都是这样一个战略方针 大迂回的包围 把敌人兜住 然后回过头来 再把它吃掉 这个据说 在中外战争史上 这种战略方针 也是一大奇观 根据这样的作战方针 四野以及二野的四兵团 组成了三路大军 其中的中路大军 是肖敬光指挥的十二兵团 在衡阳和邵阳一带 与白冲喜开始交战 白冲喜呢 他的作战方针很有意思 他轻易不动用主力 但是这次 因为四野是三路大军 齐头发动 中路大军堵住他了 然后西路和东路各有进展 这个十二兵团的一个师 135师 没接到野战军司令部和兵团司令部的 停止前进的这样一个命令 其他部队都停下来了 但是这个师呢 没接到命令继续往前进 结果形成了一个突进敌人阵地的 一支突击兵 这一下子反而惊动了白冲喜 所以他动用了四个师的兵力 也就是他的王牌第七军 这个第七军号称钢铁军 想解决我们这支部队 但是这个四野和十二兵团 殷势力导 把这个事情反而做成一个 歼灭敌人的一个良好的机会 抓住战机 一下子把白冲喜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白冲喜精锐大损 这是中陆军 西陆军呢 迂回到湘西 堵住了白冲喜 可能逃向贵州的通路 东陆军呢 陈庚的四兵团和邓花的十五兵团 齐头兵进 向广东进发 这两支部队 从十月二号发动进攻 只用十几天的时间 十月十四号就解放了广州 陈庚后来回忆说 两支部队齐头并进 不给敌人喘息时间追着打 以至于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想把有些桥梁和道路给炸毁 都来不及 装好炸药还来不及 引发的时候 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追到了 只能仓皇而逃 但是广州市里面的珠江上有一个海珠大桥 这个海珠大桥 国民党工兵安排了四百箱的黄色炸药 它炸了 这个桥炸的时候 桥上还都是行人 桥下也都是船 四百箱炸药非常大的 爆炸力 桥上失衡遍野 非常惨 海珠桥惨案 这是国民党又欠下了一笔血债 10月14号 广州解放 从南京被解放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迁都到广州 现在广州解放了 国民党又迁都到了重庆 广州解放以后 四兵团打下广州 不进广州 接着就准备广西战役 这个时候 白冲喜啊 已经被解放军围在广西了 堵住了他的退路 一个是他想退往贵州 过不去了 因为广东解放了 他想退到雷州半岛 从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 也退不了了 甚至于他想 最后不行我到越南去 也被堵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 白冲喜 显得 有点束手无策 本来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有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他也没有 一旦有发现问题 就派个部队 临时应付一下 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 不仅如此 白冲喜还受国民党内部互相争斗的影响 在广西战役之前 关键时刻 他突然飞到重庆去了 他是被李宗仁叫到重庆去的 干什么去了呢 因为李宗仁这个国民政府签到重庆以后 蒋介石就派人来向李宗仁来说相 就是说希望他能退下来 让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很不满意 说我在在待总统期间 蒋介石飞来飞去的 从来不跟我打招呼 现在怎么他又要复职了 所以他就把白冲喜叫来商量对策 白冲喜有自己的小算 他老觉得李宗仁和蒋介石 老这么憋着劲 僵持着也不是个事 所以他提出来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去海外 他来接替严西山的国民党的行政院长 兼国防部长 他想在调停这个事里边 他自己再捞一点 但是蒋介石很快回话了 蒋介石讲 复职可以 但是李宗仁不能出国 为什么呢 蒋介石担心李宗仁出国以后 在海外进行反讲活动 所以他不能出国 至于你白冲喜 当行政院长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作为 我和李宗仁之间的 这个调停的一个资本来说 没有这个资格 结果证明白冲喜的这个调停完全失败 可是在大战决战之前 这边的部署基本上放弃了 所以广西战役 白冲喜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抗 白冲喜呢 后来也没闹上这个行政院长 然后就跑到台湾去了 他和李宗仁后来分道扬镳了 本来李白李白是贵系的两个大头目 李宗仁跑到美国 他跑到台湾 到台湾以后 始终不得蒋介石的重视 受到冷落 然后郁郁寡欢 1966年12月就去世了 70多岁